現在我們來把這個卡片翻轉這個部分加進來 事實上這個是2D的 可是因為呢 它這個濾鏡本身有支援3D 對 也就是說呢 你雖然我的塗層不是3D塗層 但是它本身就有攝影機 就它有攝影機的概念 所以我們 你看這裡有一個攝影機系統 CAMERA SYSTEM 所以呢 它可以抓我們場景的攝影機 即使你不是3D塗層 它也可以 那這是比較特殊 等一下呢 有信號的地方 有信號的地方 就下面這裡 用這個 來做動畫 用這個屬性來做動畫 我們先試看看 找到它在哪裡 點到這個 預合成完成了 到EFFECT裡面 也是找轉場 全期群 第二個 卡片翻轉 也是把它點到它 那一樣的 先看一下 什麼叫卡片翻轉 你看 預設呢 它的翻轉完成度 有沒有4分之1 25%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像卡片一樣 這麼樣翻過去 翻過去 不過呢 以我們這個範例來講 我們並不是要它的 翻的效果 所以呢 你先看看這裡 你看 如果它是在做 是這樣翻過去喔 真的像卡片一樣對不對 可是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就把它 百分之百過去就好了 寬度也百分之百 拉過去 也就是 你轉你的 跟我沒有關係啦 我們不是要用它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 下面這個地方 你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攝影機 然後呢 欸 我們又看到這個東西了 這個 肉跟卡的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在 fotoshop 在小綠子裡面 我們都有 藍跟烈 這就是那兩個的英文 問一下 肉是藍還是烈 藍 那他的呢 就是烈喔 有沒有不同答案 通常我問有沒有不同答案 就知道 其實很好記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知道什麼叫醉透嗎 哪一種才叫醉透 橫的還是紫的 你身上哪一種叫醉透 淮的嗎 橫的才叫醉透嗎 了解 咖人是紫的 這叫藍 這叫烈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我這邊 我現在是 也是八個 是不是各八個 所以這個一定要對 你對的待會兒再轉的時候 我們剛剛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怎麼轉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可以這樣轉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切對的話 他轉的就剛剛好 假設你沒有切對 比如說你看這個 直的我只有這麼多個 我這麼多個 你看再轉的時候他就會不對囉 這邊 你看 這個他就會錯了 等一下 太多 好 沒關係 像這樣子 那現在的問題在 我要讓他能夠動起來 不是動起來 就是要有3D的效果 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 你除了把這個以外 你看下面這邊 我們剛剛有調整這兩個嘛 另外有沒有看到 你叫攝影機的系統 對不對 但是呢你在這邊 如果你直接 調整他攝影機 這裡有一個攝影機的位置有沒有 也就是說 預測攝影機是從這邊直接做 但是你要從這條 用那個數字條很難調 如果我們有一台真正的攝影機 也是比較容易 所以呢在這邊 我們先幫我們的場景 增加一台攝影機 增加一台攝影機 幫我們場景增加一台攝影機 你把它按一下 你用一般的就好 沒關係 OK 好 增加好的這台攝影機之後 我們來告訴他 很抱歉喔 我的攝影機的系統 這個CAMERA的系統 你不要用下面這裡 用參數的 我希望直接抓我場景裡面的攝影機 這樣你只要控制下面這一台 這裡就會跟得動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現在呢這裡就調整一下囉 OK 這樣就好了 真來假的 我把它變兩個view 以前我們不是都用兩個view做嗎 我就點到它 有一台了 現在是左邊看 我把它先切換成上面看 你比較容易 好 從上面看 點到這台攝影機 當我要移動它 按著 拖椅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邊動 它就跟著動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容易 你就不用去管那個數值 那我調成這樣之後 看你要什麼角度 然後 我從左邊 這邊 你要有點 往上看了 我就按著它 往下拉 有沒有感覺到 有那個效果了 所以 你看一下 你要從哪個角度去看 我先 回來一下 我看一下 這裡 好 這裡 我先從左邊調一下 這裡 這樣 從左邊調 好 這樣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 從上面 這裡 有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先做到這邊 你可以先做到這邊 就是我們在這邊 你它用這個效果之後 先重點是 列跟藍 這個要對 再來就是攝影機的系統 好 攝影機的系統 你先調好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讓它凸出來了 好 就可以讓它凸出來了 這樣OK嗎 我先等各位一下 現在大家基本上已經有套用這個濾鏡 然後 列啊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攝影機都切換過之後 重點就在下面這裡 這個 那我們看看這個地方 點到下面這個 你看在下面 它有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 位置的 一個是什麼 Rotation的 就是旋轉 那我問一下各位 知道什麼叫 Jitter嗎 不知道齁 現在比較沒有感覺 冬天的時候比較有感覺 欸 抖動 Jitter就是抖動 所以你可以針對位置做抖動 也可以針對旋轉的角度 做抖動 那我們現在要的是位置嘛 你打開之後 它有分 S軸 Y軸 跟G軸 每一個都有兩個屬性 也就是說 你抖動的量 還有抖動的速度 有沒有 那因為現在的量都是0 所以它不會抖 它不會抖 那我現在呢 如果你要讓它從 我們這個平面往外突出來 這個是S軸 上面是Y軸 突出來是不是Z軸 對不對 所以你就針對Z軸 我們來看一下 Z軸的部分 欸 我有一點點的量 你看 你看一下我們那個 電子牆有沒有突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突出來了 那 因為我要轉一個角度 所以我剛剛是先 攝影機先轉 你比較容易看到這個現象 灌Z軸 你比較看不到 你今天如果不要用Z軸 你用S軸 會有什麼現象 有沒有 左右分離 有沒有 好 那你也可以上下分離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有提到 給各位看的那些範例啊 欸 其實 有些人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上下進來 有些是左右進來的啊 也不見得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就是一樣的 這樣有了解概念齁 那我們這邊當然要的是利軸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Amount加進來 看你要突出多少就好 而且各位要注意一下 他用這個濾鏡之後 這個抖動 不用關鍵殼就會動 請你來給 拉動一下 有沒有這樣 欸 這裡 他 還在跑 這樣有看到了嗎 我現在拖衣不動 好 因為電腦跑不動 這樣有沒有看到那個感覺了 有沒有一直在動 也就是說 雖然我沒有加上 Amount 他的關鍵殷格 但是 他不用關鍵殼就會動 所以我們現在要控制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讓他動 然後要動多少 什麼時候讓他不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開始 你的速度如果不想要太快 這個速度可以調低 不要那麼快 你說 一點點 那我就 一開始讓他動一下 好 5.9 那我 慢慢的 因為我們慢慢的是要收回來 對不對 你看我們完成的檔案裡面 最後動完了之後 要怎麼樣 是不是開始往內收 我旋轉 攝影機有旋轉一個角度之後 最後是不是要收回來 組合成一個電視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你就看你要動多久 一開始動很多 然後你可能到 大概這個地方 就看你 我就把它收回來 怎麼樣才讓他不動 Amount變成0 他就不會動了 就不會動了 所以你只要把Amount變成0 收回來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當然你要預覽也可以 你可以先讓他預覽一下 你可以先讓他預覽一下 這樣會比較準 有沒有收回來了 只是我現在攝影機的動畫沒有做 所以我就沒有那個角度的轉換 這樣最後有沒有組合成一個電視牆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我們的重點就是在這個 G的Amount 針對地軸 針對地軸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所以我們可以先讓他 去看看 感谢观看